不是又限流,是限流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呢 我跟你们讲一下,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卖了一个 因为没有剧本嘛,没有脚本 都没跟他们沟通过,他们给我上东西 好的我就卖,不好的我就pass 结果中间有一个品牌的螺蛳粉 我直接给人 知道吧,可能扔垃圾桶了还是怎么了 完了,人把我给 举报了,说我恶意竞争 故意什么诋毁他们品牌什么的 我也是一脸懵逼 因为这个事情,明白吧 然后要等处罚,就是我要跟 这个,比如说是罚款 也好,是什么也好,交完钱以后 你知道他们罚款那公司让我交多少钱吗 总共好像那个螺蛳粉 就咱们吃那好欢乐 好像卖了一万块钱 也就差不多,没卖多少嘛,螺蛳粉 罚款交二十万,那个公司让我 我说无所谓,赶紧给他们完了 就这么一事 知道吧,再加上我老 之前播的时候,老用一些伪劲词 就是伪劲词其实就是我生活中正常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好 所以我可能会说 这是最棒的 这种是在抖音卖货的时候 其实不允许的 所以我性格上就比较吃亏 也不太适用